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能浪费食物 于是玉瑾便命令小客马上喝掉 莫拉看不下去了便选择帮小客喝掉了牛奶 这一行为让玉瑾觉得不被尊重 于是在半夜她叫出莫拉要惩罚她 可是莫拉的态度却非常的不屑 导致玉瑾将莫拉同房的另外两位犯人全部叫出来 惩罚灾人集体做俯卧撑 第一天的生活就这样较为平静的过去 可在第二天小客依旧选择不喝牛奶 而莫拉这一次鼓舞了所有犯人一起做俯卧撑惩罚 为的就是让小客可以不用喝奶 而这一期的行为在玉瑾眼里却是那么的刺眼 于是这一次来了两位玉瑾想找莫拉的麻烦 可就被莫拉反锁在了牢房 之后开始引起这里的暴乱 这里的玉瑾被犯人欺负得毫无尊严 最后所有扮演玉瑾的人开始商量 如何管理这群犯人 在深夜里 他们拿着灭火器开始一个一个房间轮流整治过去 并不是所有人都如同莫拉一样 犯人很快就被玉瑾们给整治听话了 引头的玉瑾说出的最重要的是 我们来这儿是实验赚钱 不是来挑事的 小客也背负喝下自己讨厌的牛奶 当所有人都安分下来时 莫拉却又对着玉瑾开始出言不逊 当玉瑾把警魂抽出来时 并没有达到的场景出现 因为规则上不能出现暴力 隔在夜晚 他们将莫拉一人独自抓了出来 带到一处没有设想监控的房间 一伙人将莫拉的头发全部剃光 并对她进行了污辱 接下去的时间 逐渐有人忍受不住这里的压抑 运科学家决定终止实验 可博士却拒绝停止这次的实验 因为这次实验出现了莫拉这号人物 他是这次实验的关键 玉瑾们将自己内心的阴暗面全部暴露出来 享受这里他们称王的快感 而这行为却让一位大方狱警看不下去了 莫拉打算联合她理应外合来报复这些人 可这计划却被领头的狱警给发现了 莫拉也因此被关进了可怕的黑箱子里 女科学家甚至被狱警们给抓了起来 可被关在黑箱子里的莫拉却意外逃了出来 将一位过来侵辱女科学家的狱警打倒后 拿到了所有牢房的钥匙 之后莫拉跟小克联手带的这群犯人逃了出去 整个过程有三个人受伤 两个人死亡 所有狱警都是无尽的发泄 可逃出来的十几个犯人在没有莫拉的带领下 却不敢反抗四五个狱警 人之初难道都是脆弱 弱弱的吗 影片改变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可影片似乎更加残酷一些 至少在各种介绍中还没有出现两死三伤的惨剧 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将人性之恶展现到淋漓尽致 狱警们并非是邪恶的 如果莫拉在开始就是乖巧听话 所有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 博士知道这次实验是最完美的一次 因为有莫拉的存在 大部分的预警在开始只是想要得到一份尊重 可是莫拉无底线的嘲讽 以及小克不按规矩吃饭 种种行为都让预警们极为难堪 在第一次整治后 所有人才真正的进入了这实验的角色 影片中多次发生的暴力和乌弩 领头压都是拐在莫拉身上 这一切都是莫拉挑起的 其实她并不是想这么做 但是她却又非常享受这种称王的感觉 而之所以抓了女科学家 是因为女科学家想终止这次实验 这无非让您同样认为 女科学家在阻止自己称王 所以她说一切都听博士的 才抓走了女科学家 她不断强调自己只听博士的话 实际只是给自己理由和借口 继续在这里称王 对于人之初性本善或者性本恶 这两种说法 不知道观众到底有什么看法 更多亲爱的视频 请关注少年看电影 那咱们下期再见